是我最近这些年来对相关的蒙古或者是元王朝 他对外征服的这样一系列的 就攻灭各个政权的一些那个 一系列这些问题的一个这个反思 之所以会在关注这个西夏 也跟我上一篇文章讨论蒙古灭金的这个问题呢 是紧密相关的 因为有很多这个交叉的一些这个史料 我想的话呢 可以呢再进行一些呢 开一个新的这个话题来进一步的进行这个探讨 那么在讲这个话题之前的话呢 我想呢先做一个简要的这个背景知识的一个介绍 有一些可能不是这个蒙元石的这个研究者 或者这个这个老师或者同学了 有些是其他专业的 那么关于这个陈基斯汉大家非常的这个熟悉 我们这里呢截取了两张这个网络上的照片 这一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呢 非常温润和蔼的一个这个老爷爷是吧 这个呢应该是汉地的这个画这个画像 是代表的是这个儒家汉地的这样一个这个传统 所以呢是这样一个这个形象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侧的这个呢 是应该说是这个可能是波斯系统的这样一些画作当中的 陈基斯汉的这个形象 他的这个胡子的话呢 大家看到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锐利是吧 有点这个这个非常的这个也有点这个很凶是吧 所以这是不同文化背景下或者说不同人群 他对于这个陈基斯汉的一个呢这个描绘 如果说在这个画在这个肖像画当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个不同 那么同样的话在相关的这个史料文献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对于同一个事件 或者同一个人物的他的这个描绘 就会呈现出呢非常不一样的这样的这个面相 那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讨论这个早期蒙古史的时候呢 这个史料问题的话呢 呃非常的这个关键 呃我这里呢提供了一张这样一个 这个史料的这样一个呃一个来源 或者说他的一个史料的这个系统 但这个史料系统本身的话呢 呃有可能还存有一些呢这个这个呢呃争议 呃我想的话呢我标红的这几个的话呢 呃是我们今天会比较多的会提及的这个呢 是呃早期蒙古史的基础性的这个史料 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蒙古的这个早期的是经过这个口传史料 呃之后的话呢有这个脱不赤眼 这些呢都已经这个遗失了 那么这遗失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两个这个系统 一个系统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这个元朝秘史或者说这个蒙古秘史 呃他原文呢是用这个蒙古文这个呢呃书写的 应该说呢这个呢是代表了这个呢 蒙古人自身的或者说这个呢 草原史家的他们的这个呢 钻史的这样一个这个传统呃 还有另外一个一套这个呢 这个史料的这个系统 这个史料的系统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呃一个呢就是以 金本的这个圣武清真录 这个呢是今天还存留的呃 这个圣武清真录的话呢呃 学者们就是说更多的认为呢 他跟这个就是呃太子跟这个太子十路 呃跟这个十路的这个系统的话呢 有很密切的这样一个这个关系 那么这个十路的话呢当然后来就 形成为一个呢就是我们汉地的 这样一个原始的呃这个太子本纪的 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的这个 这个来源当然这个来源本身的话呢呃 呃我想呃也值得呢这个深究呃 呃还需要呢进一步的这个讨论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这个太子 本纪本身的话呢他其实还是掺杂了 各种各样的呃其他的一些的这个 这个史料的这个来源呃可能需要呢呃 比较小心的这个呢呃讨论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另一个的话呢就是呢呃 金策的这个系统这个呢应该是呢呃 用蒙古语写的然后分到各个汉国去的 那么在这个呢波斯伊朗地区的话呢就有这个 这个史迹史迹的话呢呃他是来源于这个呢 其实他有一个呢蒙古的这样一个史料的 这样一个来源那么在这些史料当中 这个系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圣武清真 陆太祖本纪和这个史迹的成吉斯汉纪 它里面的有有很多这个呢相似的 这样一个内容呃当然也有很多呢呃不同的 这个内容那么这个相似的内容呃我们当然 可以是确证一些一些事情如果不同的 这个记载的话呢那对于我们探讨一些 史诗的话呢呃那就会显得呢比较的这个 重要因为我们在比较的时候发现不同 然后呢再去解释分析这种不同那么就是 我们这个讨论的一个呢非常重要的这个 史料的这个前提呃除了这个前面讲到的 这几个史料之外那么还有一个呢我比较就 近些年来的话呢就我们中国的学者也 比较这个关注的一个呢是原末民族原末民族 这个陈静他编的一个呢叫通建续编呃 这里面的话呢现在这个原始学界的学者呢 已经有比较多的一些这个讨论的 那么一个基本的有一个这个一个这个 结果就是说呢通建续编当中的话呢 有一些材料他不见于呢刚刚我们提到的 前述的诸种这个史料所以呢他有他的这个呢 特殊性可以呢补充我们对应的一些 蒙古史或原始的一些这个认识 所以这部书的话呢呃他里面的一些这个 记载非常的这个重要另外一部的话呢呃 其实也他原文也是这个波斯语的这个文献了 但是呃非常非常重要就在这个70年代的话 已经翻成上世纪70年代已经翻成了这个 这个英文呃所以呢我们可以呢比较好的使用 这部书的呃相关的这个蒙古史的一些这个材料呃 这些年的话最近这些年的话呢也越来越多的 我们这个国内的学者呢呃关注到这部书 并且呢会引入到论文当中进行这个讨论 那么我在呃论这个蒙古灭金和这一次蒙古和西夏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时候 这部书的话呢当然也会成为我非常这个呃关注的一个对象呃 呃这部书的话呢他的这个作者呢是这个朱之扎尼 他是呢德里算端王朝的历史学家 他写作这部书的话呢巨性呢是写于这个1250年到1260年代 这样一个时间范围 差不多就是呃蒙古的这个蒙哥汗呃到这个忽略登继位之前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了 呃这部书的话呢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保持的呢是一种比较中立的这个立场 中立的立场上面的话呢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对这个蒙古人的话呢 呃不像刚刚讲到的上述那些史料一样 因为上述那些史料的话呢都是站在这个蒙古或者元王朝的这个统治者的这样一个立场 呃偏向于这个统治者的立场的话呢是非常这个明显的非常明显 而纳西尔史话的话他在这方面的话呢保持了一定的这个距离 那么由于他是一个呢这个呃这个穆斯林的这样一个这个身份 那么他对这个蒙古的这个征服的话呢某种程度上的话呢 呃也抱有比较强烈的这样一个呢呃反对的这样一个这个心情 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个呢基本史料的一个这个介绍 那么接下来是关于这个史事 史事的话呢我们的主今天要介绍的主题就是蒙古这个 这个攻西下或者灭西下的这样一段这个历程 就我们讲这个历史的时候呃之前我们在这个微信上呃 呃我看到有个老师呃推这样一个王凡森教授 他写过的一篇这个叫研究学问的一些心得和反省 那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讲的非常的这个有意思 那对于我们呃指导我们今天的一些这个这个历史的这个研究的话呢 我觉得很有这个呢指导的这个意义的 所以我们他这里讲到是吧 事情的发展与历史研究是相反的 历史事件的发生是A到B到C到D 呃但是呢这个历史研究是相反的 是D到C到B到A 但是这样推的话呢 事实上的话呢 呃我们是在一个呢好像是非常有逻辑的这样一个呃 呃这样一个层面来进行这个推理的 可是的话呢呃历史的这个发展很多时候呢 他可能不是顺着这个逻辑来这个呢发展的 所以这个历史的话呢呃也有很多呢不确定的一面 如果我们认为很多事情是确定的 那可能我们会忽略掉很多的这个呢呃事情 我们知道蒙古或者元王朝他对外征服的话 大家往往看到呃这是一张的也从往上来的 这样一个这个地图了 我们可以看到有关这个蒙古面下的 他的一个标准的历史叙述的话呢 他通常就会循着这样的一个呢解释逻辑 就是陈吉思汉他在蒙古高原统一了之后 那么他无可避免的就会像他们的这个先辈 像这个匈奴啊或者突厥一样向南方推进 所以呢认为这个蒙古面下是这个呢必难之举 而且的话呢从这个征服战略的这个难易的这个 程度来讲的话呢肯定也是以这个呢面下为优先 因为西下要比金落小的多这我们常理去推断是吧 先易后难都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事实上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就要回到这个历史的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去 再做一些呢这个反思 如果我们不做反思的话 只按照这个文献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些事情 那当然是非常的这个清楚了是吧 我们是因为作为这个后来者有这个后见之明 所以看一切的这个发展好像是非常的这个明晰的 可是我们在越往深处去追问的话 事实上并不全然如此 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追问是 我们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说法说蒙古有六真西下 有一些说法是陈吉思汉清真西下是有五次 那很直白的一个问题或很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他蒙古人或者说为什么这个陈吉思汉 要这么多次的去反复的征讨这个西下呢 这是一个呢我们说对这个常识的这个追问 那我接下来的话呢就主要是对这样一些这个 涉及到的一些这个问题 也是我自己这个呢学习和反思 我不敢说是我解决了什么问题 更多的呢是让我呢去发现了一些这个问题 我自己呢也在寻找这个答案 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也还没办法呢就给出一个呢 非常准确的或者说非常好的这个答案 所有的呢都在这个呢探讨当中 我想呢今天主要讲的这个四个这个话题 一个呢就是说呢陈吉思汉五真西下说现宜 五真我打了这个引号 其实某种程度上的话呢 就是我有点这个怀疑这样一个这个说法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对于蒙古真西下过程当中 他对西下政策的有一个变化的这个过程 我们要进行大致的这个梳理 然后的话呢加以这个反思和这个讨论 这是我今天想重点会讲到的这样一个话题 另外一个的话呢是讨论陈吉思汉和西下的最后一个 就西最后一个西下的皇帝吧叫莫主 是吧叫斯多尔乎之间 发生了一段的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这个故事 当然这个故事的话是很令人这个悲伤的一件 这个一个故事了 但是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故事 在不同的这个文献的这个叙述当中 有非常的这个呢不一样的这个表达 那么这背后他又有什么样的这个意涵在 这是我们的要去那个反思的 那么第四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要进行一个视角的转变 关于这个就是西下他对于这个蒙古高原和中原的 这样一个呢角色和这个意义 因为我们是我想的当然我们现在我想在听的 也有各个民族的一些这个老师和这个同学 因为我们今天去看这个文献的话呢 大部分都是这个呢汉文史料所记载下来所记录下来的 所以的话呢他不免呢就带有呢非常这个顽固的 或者说这个顽强的一种的这个以汉地为本位的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视角 难看待这些事情 难看待北方的这些游牧政权 这个呢是难以这个避免的 但是到现在的话我们因为是站在这个后来者 有这个作为这个后来者再去反观这些历史 我想的话呢我们应该秉持一种比较开放的 这样一个态度来看待这些历史的事件 历史的人物是吧 我想的第四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其实还在思考 今天的话我会抛出来 请各位老师和同学给我指教 第一个问题先讲一讲这个陈吉思汉武真西夏说 他的这样一个我对他的这样一个这个疑问 关于这个蒙古真夏的这样一个既有的这个研究的话呢 成果呢非常的这个丰富了 我们国内当然有很多的学者呢 写过相关的这个论文著作呢 当然也非常的这个多 说来非常的惭愧 我对这个话题的这个讨论的话 其实也仅仅限于呢 就是蒙古和西夏 这样一个有这个交叉的这一段史事的话呢 我比较的这个呢相对比较了解一点 那么西夏跟西夏早期的历史 以及他跟早期跟这个辽跟金跟两宋 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很多其实呢是我的知识的这个盲点 那么关于这个蒙古真西夏的这样一段 战史的这个描绘的话呢 在海外的话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 或者比较有影响的是上世纪50年代 这个美国学者这个这个戴斯蒙特·马丁 他写的这个呢这样一部这个著作 这部著作 这部著作还没有翻成这个呢中文 但是他有一篇的讨论这个呢 一二零五年到一二二七年蒙古灭西夏的 这样一篇这个文章 也翻成这个汉文了 所以呢我们再去对读这本著作本身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这部著作的话呢 也收录了这样一篇文章 关于西夏的这个呢 就大致呢是跟这篇文章呢 他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史实和他的这个 讨论的这些话题基本是一致的 这是一部这个著作 另外还有一部的话呢 也就是今年刚刚出的叫蒙古的世界 这里面的话呢也专门有一张讨论 这个蒙古征服这个西夏的这样一个章节 但这部这篇这个讨论蒙古灭西夏的这个文章的话 我感觉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推进 还是呢相对而言的话呢还是比较这个有限 那么这些著作的话呢 他都对这个蒙古征夏呢 有一些这个呢阶段性的这个划分 但是这个阶段性的划分的话呢 我们我们讲的话呢 事实上还需要的话呢 做更多的这样一个这个访思 那么具体的这个分阶段我就不展开了 关于这个蒙古征这个西夏 六征这个西夏的话呢 可以说是一项这个常识 我们从这个韩鲁林先生主编的这个元朝史 这部书当中的话呢就能够看到 他有非常清楚的他的这个标题就叫做六征西夏 我想呢这个问题应该说没有太大的这个疑问 当然可能还有大大小小的其他的一些这个战争了 是吧我想这几个的话呢 肯定是比较重大的比较重要的几次这个战争 一个是一二零零五年这一次呢 陈吉思汉南下来进行超略超略这个西夏 还有一次呢是一二零七年到一二零八年的这样一次这个呢 陈吉思汉清真这个呢西夏 再一次的话是一二零九年到一二一零年 这个呢是陈吉思汉第三次呢清真这个西夏 这三次的话呢应该说这个史料文献的记载呢是非常这个明确的 这个第四次蒙古真西夏 但是呢这里要特别注意了 一会我们会重点讨论的就是一二一七到一二一八年这一次 这一次陈吉思汉究竟有没有来争这个西夏 这个呢是我要重点讨论的一个这个话题 我认为这一次的话呢可能陈吉思汉没有南下来清真这个西夏 还有一次呢是这个一二二四年的 这个呢应该是这个穆华黎和他的这个后裔贝鲁 他的去针这个西夏这个是一二二四年的这一次呢 这个蒙古真夏的一次呢这个战争 这一次的话当然陈吉思汉没有参加 这个时候的话陈吉思汉呢 在西装往东归这样一个这个阶段了 所以这一次肯定陈吉思汉呢是没有这个参加 真夏的战役 另外一个就是1225年到127年的 陈吉思汗最后一次清征西夏 也是这样一个最后 导致西夏灭亡的这样一次战役 所以这六次战役是一个常识 当然也有学者的话 对六征西夏的话 也有一些思考或者有一些反思了 包括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马丁他认为的话 127年和105年的突袭的话 他认为陈吉思汗是不太可能 那么早去突袭的 因为他在蒙古高原本身的话 他的统治 105年大蒙古国还没有建立 所以他内部不稳 觉得不太可能他会来清征西夏的 但是这个说法的话 我觉得还是值得讨论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105年107年他只是操略性质的 所以蒙古高原下来进入到西夏 相对而言还是比较静变的 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1211年当陈吉思汗 他也要去攻进的时候 他其实对蒙古高原本身 他后方的安危 还是非常担心的 所以你看往后他要去攻进之前 他仍然觉得他在蒙古高原本身的话 还有一些不稳定的 但这并不妨碍他去南征 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 那么关于这个陈吉思汗武征 这个西夏的这样一个说法 我们可以看到 主要是晚清明初以来的一些学者 所提出来的 包括的话 这个红军 陈吉 以及陈仲敏 逢成军 等等 这些学者的话 他往往都会提到 这个是太祖反武征西夏 其实就是讲到他这个 这五次清真 那么后面比如说 这个多桑蒙古史 他也是保持这样一个观点的 就是认为陈吉思汗的话 是武征西夏的 因为他认为 1218年这一次 陈吉思汗 是第四度来清真这个西夏的 同样的话 周梁潇先生也认为的话 1218年的话 这一次的话 也是第四次陈吉思汗清真西夏 所以当然也是持 陈吉思汗武征西夏的 这样一个说法 那么这个说法本身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所谓五次清真的 他的依据 依据就是原始太祖本纪 这个我们只要翻开这个原始 稍微一查证的就能够看到 是吧 我这里捏了这个五次 1205年第 第三次第三次是1209年到这个呢 1210年 这个呢 这一段文字的这个叙述 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 这个陈吉思汗 就陈吉思汗去 争这个西夏 这个呢 也是毫无疑问的 第四 就是这个 1218年 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 发西夏等等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主语呢 并不明细 晚期明春那些学者认为 这个陈吉思汗 这一 这个 这条记载的话 就证明这个呢 陈吉思汗是清真这个西夏的 但是我 在这里标出来 我有点不同的这个意见 那么最后一次 这个呢 是125年到126 127年 这一 最后一次这个呢 供这个西夏 这个呢 是毫无这个争议的 应该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五次的这个清真的 这个史料来源 是根据这个呢 原始太祖本纪 但是我认为第四条 1218年这个呢 可能呢 不太这个呢 不能够这个呢 确认 不能够确认的话 除了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呢 除了他的这个 原始太祖本纪里面的表述 并没有直接写明是 这个陈吉思汗清真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 对都相同这个史料来源的 就有相同的这个 渊源的这个材料 同样的话 对于这个1218年 陈吉思汗是否清真西夏 这件事情的话呢 也有呢 就是说呢 相同 有这个 有这个呢 大致相同的 这样一些这个表述 那么这个表述 所体现出来的 就是说呢 这一年的话 这一次的话呢 陈吉思汗 可能没有清真这个西夏 我们可以看到史记 史记我刚刚讲到 是吧 我们知道他跟这个 呃 太祖本纪的话 他有比较相相同的 这个史料系统了 是吧 他也记载了 这个四次清真西夏 我们把史记去查核一遍 就知道 唯独不见 1218年 陈吉思汗清真西夏的 这条记载 这个记录我们找不到 另外一个同样史料系统的 就是这个 圣武清真录里面的 这个记载 他记载到了好多次呢 这个呢 呃 蒙古呢 去征这个西夏 但是在柄子到贾生年期间的话 我们今天看金本这个圣武清真录的话 也没有提及陈吉思汗去清真西夏 另外再有一个就这个晚 这个袁末明初 这个 陈静的通鉴续编当中也记载的 是吧 他也记载了四次呢 这个清真 陈吉思汗清真 呃 西夏的这样一个这个记载 但是1217年的这个 呃 到12119年 这样一个时间段落里面的话呢 也见不到这个呢 他是会提及这个陈吉思汗去清真这个西夏的 我想作为这个游牧 游牧的这个领袖 他到南方来进行这个操略 这个是一件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事情了 如果他来清真的话 呃 陈静他在后 就是割了好长一段 很多年之后 他再来叙述这段历史 我想他应该不至于呢 会去呃 呃 看落这个陈吉思汗清真 这样一件这个大事 呃 所以的话呢 对对比这个文献的话呢 呃 我认为的话呢 这这一次这个陈吉思汗 呃 是否呃 去清真这个西夏 是保持这个怀疑的 那么同样我们对于121 18年这一次呢 这个蒙古攻下的 这一次这个战役 陈吉思汗是否清真的问题 这个马丁的话呢 他同样的也注意到了 注意到了这样一个话题 不过呢 他认为呢 陈吉思汗可能是派遣 另一支军队去西夏 以迫使其呢 这个屈服 他的一个依据 他主要是看到了 图记的《蒙尔史记》里面的 这样一个呢 呃 他的这个描述 图记的这段记载的话呢 我们可以呢 就去可以去找来 可以看到 这段记载的话呢 非常非常有意思 呃 他我这里标红的呢 其实就来自于这个呢 蒙古密室里面的这个记载 这是蒙古密室 第256节的这个内容 他所记载的应该是 这个1218年到1219年 之间所发生的这个事情 呃 余大金先生认为呢 它是发生在1219年 呃 我可能觉得可能是 还要再往前提一提 当然这个 哎 我们再可以呢 进行这个讨论 这个 这一段这个记载的话呢 呃 我们可以看到 呃 这一段这个记载是 陈济思汉猜这个呢 大太祖猜使臣去对唐务主 布尔汉 布尔汉 呃 跟他说 就这个是杜尔胡 他说 你先说与我做右手 如今 回回百姓杀了我使臣 要去与他执政 你可与我做右手 这个布尔汉的话呢 他没有讲 没有讲话 没有讲话 他身边的大臣说 你气力不 既不能 不必做皇帝 真的不肯这个语经 就不肯派军队去跟他去进行 西征了 甚至陈济思汉听到这个话 非常的这个生气 是吧 他说这个西夏的大臣 这个阿萨赶布 如何敢这般说 呃 将我这军马进去征他 也有何难 但我呢 初意呢 本不征他 若天护佑 呃 回回处回来时 却去征他 所以呢 这个图记呢 提到了蒙古密实 第256节的这个内容 但是呢 他又说呢 好像看来的话呢 陈济思汗的这一年呢 没有去征这个呢 西夏 不过呢 这个图记呢 他又写到 呃 其实所谓将我这军马进去征他者 是以呢 为中心的中心府的这个军马 呃 进往西凉 去征这个呢 李尊西 所以呢 他的这个一个倾向性的意见的话 还是认为这一年的话呢 呃 这个陈济思汗呢 是去清真了这个呃 西夏的 清真了西夏 我我认为的话呢 呃 这样一个这个记载的话呢 呃 可能还是呢 值得这个 讨论的 值得讨论的 就是密史的这个记载 呃 我们知道 就他记载 陈济思汗清真西夏的这个次数的话呢 比较少 刚刚我们提到 他跟另外那一些这个 包括这个呃 原始太子本家圣武清真路和史节 他是属于另一套这个史疗系统了 是吧 所以的话呢 他相对来讲呢 记载到陈济思汗清真西夏的这个事件的话呢 呃 这个次数的话呢 是比较的这个少 比较的少 但是的话呢 关于呃 关于前面的话没有提到 呃 这个呃 密史里面记载 其呃 陈济思汗清真西夏 第一次提到是 一二零九年到一二一零年 就是第三次清真西夏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记载的呢 非常详细 而且呢 也提到是吧 陈济思汗的呃 去真和生种 就是去真这个西夏的 其主布尔汗祥 呃 就是西夏主呢 就投降 然后呢 将一个女子名这个插和的 就 献给了这个陈济思汗 这个呢 在蒙古密史里面的话呢 呃 第两百四十九节 有这个记载 一会我们还会呢 仔细的分析 两百四十九节的 这样一个这个内容 这是记载的 非常这个清楚的 另外还记载到一个呢 就是一二一八年 蒙古宫西夏的 这段这个历史 但这段历史的话呢 刚刚可以看到 第两百五十六节里面的 这个内容的话呢 事实上呢 是陈济思汗派使臣去到前方 跟西夏的这些大臣 进行这个呢 交涉 而并没有提到 陈济思汗的话呢 他直接挥兵呢 去清真 这个呢 是没有的 但是他提到了一二一八年 这件事情 而且呢 描述的呢 非常的这个 丰富 这个呢 是密史里面的这个记载 密史里面还记载到 非常详细的 就是最后一次呢 陈济思汗清真西夏的 这件这个事情了 所以我们通过 密史的这个分析的话呢 可以看到 陈济思汗在一二一八年的话 他派遣使者到这个西夏 当时的话呢 西夏的大臣这个沙尔赶部呢 也很强硬的拒绝了 蒙古人的这个要求 前面这个图记所引用的 这个密史 第256节的这个内容 就是呢 非常明确的 这样一个呢 呃 这个表现 所以通过上面的 这个分析的话呢 我认为一二一八年的话呢 呃 蒙夏之寨 这一次的话呢 陈济思汗 没有呢 清真这个西夏 这是我的呃 一个这个 一个一个总的一个看法 呃 那么 可能也还有 还有很多这个值得 这个讨论的 这个空间 呃 我目前的看法是这样的 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排除 一二一八年 这一次陈济思汗 没有这个清真西夏 那么五真西夏的 这样一个说法 呃 那么就可能会 呃 面临一些呢 这个问题 呃 呃 如果我们将这个话题 再做进一步的这个延展 或者进一步的这个延伸的话呢 那我们就要来梳理呃 这个蒙古真夏的 他的一个呢呃 具体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的话 我想的侧重点 主要的是要梳理 一个呢 就是一二零九到一二一零年 就是陈济思汗 第三次清真西夏 这件事情 呃 因为这件事情的话 他确定了 就是蒙夏之间是达成的 这个和这个呢 妥协的这样一个这个协定的 那么这个妥协的协定的话呢 呃 其实当然就双方都这个接受了 是吧 这个是一二零九到一二一零年 这一段 这个 这一次这个 我们要特别的这个注意 还有一个呢 值得分析的 就是一二一八年 这一次蒙古真西夏 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 蒙古真西夏的话呢 呃 他也有一个这个背景 恰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呢 陈济思汗的话呢 又提出希望西夏能够派兵 跟随这个蒙古军去西征 就是说要履行这个呢 从真的这样一个呢 基本的这个义务 基本的义务 但遭到了西夏的这个拒绝 西夏为什么这个拒绝 西夏是不是 呃 他违反了原来 就上一次 一二零九到一二一零年 蒙夏双方所达成的这个协议 是不是西夏违反了原来的这个协定 还是说这个呢 其实是蒙古人后来增加的这个要求 这个呢 是我们理解这段史事的 他的这个关键 呃 我们看到这个历史文献的这个记载和描述 这个呢这个这个纠葛 这个纠葛 还有哪些呢 其实值得我们再去呢进一步这个讨论 这个呢是我会重点这个关注的 所以这两次这个战争 以及呢达成的这个妥协的协议 以及这个妥协的协议 被这个呢打破 又导致这个战争 这之间的这个往复 这是我们要特别这个留心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元代当时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元人这个吴海 他就写过一句话 他说元初得天下 为何夕累年不服 最后乃服 只有这个何夕 就是这个西夏了 只有他来来回回多年都不见这个呢 臣服或者说这个投降 是吧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呢 疑问呢 就蒙古对下反复征讨过程当中 对下政策是如何逐渐发生转变的 蒙夏双方他对彼此妥协 是如何理解的 我们知道就是历史的这个曲折变化 要远比今天话约后的这个叙述 或者描绘要丰富 和这个呢复杂的多了 蒙夏关系的发展演变 应该放到呢 当时各个政权之间的这个政治互动的 这个关系上来进行的这个考察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讲到一二一零年这一次这个 一二零九到一二一零年这一次这个呢 蒙夏战争 这个我们特别的这个关注 还有一个就是一二一八 一二一七到一二一八 这一次这个战争的 这个他又有 他又是为什么会引发的 这两场这个战争的话呢 我们要特别的这个呢 把它提出来进行这个讨论 我们可以看到一二零九年到一二一零年 蒙古攻下后来的话呢 西夏是县女 然后呢求和 这段记载的话呢 在很多文献当中呢 都有相应的这个描绘 包括这个南宋方面的史料 建言以来朝野杂技 包括这个圣武清真录 当然包括了这个原始当中也有 蒙古秘史里面的也有 刚我们可以呢 可以看到 所以呢 这一次的话呢 是达成了这个呢 妥协的这样一个协议 达成妥协协议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一二一零年开始 经史里面记载 八二二年开始 西夏呢 就开始去攻打这个金国 就进王朝 我们可以看到 之后的话呢 一二一零年之后 西夏宫经的这个记载的话呢 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无论是这个史籍 圣武清真录 以及呢 这个经史里面的这个记载 这个西夏的话呢 他都是呢 充当了这个宫经的一个呢 极先锋 那他为什么会去 这个宫经 为什么西夏会去这个宫经 我们可以看到 西夏允许这个蒙古军队的话呢 经过这个西夏去这个宫经 而且的话 又自己呢 出兵去宫经 当然是要应援这个蒙古 这自然的是这个西夏 是在履行他的臣服义务的一种这个表现 不过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一二零九至一二一零年间 陈吉思汗清真西夏 并和他达成这个协议 究竟包括包括这个 从真的这个义务 以往我们不正自明的认为 从真是蒙古 向蒙古投诚的一个呢 基本的这个义务 那么如果说这个西夏 他答应去从真 就是说去真这个经 那么一二一八年前后 当这个蒙古人要求这个西夏人 派兵去西争的时候 遭到西夏人的这个拒绝 那你又不履行这个从真的这个义务了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西夏人的这个不对呢 这个呢 是我们会很明显的一个这个反思了 是吧 那事实如何呢 我们还是呢 觉得可以呢 做进一步的这个分析 陈吉思汗第三次清真西夏 就从一二零九年到一二一零年 这一次清真西夏结束之后 双方达成了这个妥协 妥协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呢 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蒙古秘史的这个书影 就是乌兰老师 他教堪的这个元朝秘史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呢 是原来的汉字 英写的 英写的这个蒙古语的这样一些这个内容 那另外一个 我方框把它框出来的呢 是明初的这个 这些这个 应该可能是四以管辰 他把它用这个呢 汉字把它 结议出来的内容 结议出来 那这段文字是就是呢 记载了这个呢 蒙夏双方的 他的妥协的一项这个内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呢 这个呢 整个这一个页面的话呢 上下栏是吧 这个讲了好多话 好多话 可是浓缩成这个汉语 当时这个民族人的这个表达呢 就是内容呢 就比较少了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表述的话呢 说陈基斯汗争西夏 然后西夏主就投降 然后呢 将这个插和献给这个呢 陈基斯汗表示这个臣服 并且说呢 如今以你做右手出气力 做右手出气力 这段 这个这句话呢 非常的这个重要 做右手 往往的话 被蒙武人 或者说被后来的人认为的话 你就是答应从真 答应跟我一起去征战 派兵跟我一起去征战 但是后面这句话 往往我们就没有注意到了 或者说忽视了后面这句话 后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说安本是成国内住的百姓 若有紧急征进 足及不能到 蒙恩赐食怎么怎么样 这句话好像我们如果只读这个 只看这个明代的人的 他的这个节义的这个文字 可能还是有点的这个理解的 不太这个通透 那我们可以看到于大金先生 他用现代这个汉语 在重新译注这个蒙古秘史的时候 他就把这段文字的话 把它全部一写了出来 是吧 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是吧 我要向你这个很敬畏 我们航物替百姓验作 您的右手为您效力 这个就跟前面的是堆得上 他又说就对红色字体的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里有一个现代语的这样一个叙述了 我们愿为您效力 但是我们是定居地区的居民 部分居民的住在建筑好的城阔里 若有急速征战 激战 厮杀 不能随从 急速征进 不能随从激战 其实呢 这里呢 也表明了 就是说呢 他其实呢 是我要去跟你去这个呢 就为后面的被蒙古人指责 他没有去西征 其实呢 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西下人呢 已经表明了他的这个态度 如果你要紧急征调 我去这个出征的话 那不行的 那不行的 我可能办不到 他讲了 是吧 但是的话 除此之外的话 若蒙这个陈吉斯坦 这个降 我可以跟你现在进行很多功夫 是吧 经济上的这样一些好处 我都愿意这个提供的 是吧 这个呢 这个我觉得呢 是我们这个呢 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要把这个问题的话呢 把它这个提出来进行这个讨论的 进行讨论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到了18年的时候 密使第256节的这个记载 是吧 陈吉斯汉 他派人去对唐物的这个 就是西下的这个皇帝 布尔汉说 你先说与我做右手 如今回回百姓杀了我使臣 要去与他折政 你可与我做右手 就是说呢 1218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陈吉斯汉 对这个西下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 就是说你跟我一起去 这个花拉子摩 把我的使臣杀了 我现在要去呢 去侦探 所以的话呢 你派兵跟我一起去做我的右手 所以陈吉斯汉呢 要求西下旅行之前 已经答应的做右手 出力气力的这样一个义务 不过呢 遭到西下方面的这个拒绝 西下拒绝了 而且的话还发生了一段的这个前面讲到的是吧 这个冲突 西下的大臣 大家说你你如果气力不能就不要做皇帝 这个呢 是把陈吉斯汉怼得很厉害 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 对照这个刚刚讲到的那一次二四九节的这个内容 西下明确提出不能随从的急速增进 不能随从急斩 换而言之呢 西下之此前就是并没有答应做右手去这个西征 做右手去西征 所以后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图记认为这个陈吉斯汉要去征花拉子墨 所以要原约征兵西下 我认为是无从谈起的 另外一个的话 这个罗伊果就澳大利亚的一位这个学者 他在映住蒙古秘史的时候 他对这个问题的话呢 他比较的这个呢 就是比较的这个 比较的这个 考虑的比较这个全面吧 他也不愿意的就是说 直接的大概告诉我们 就是说呢 陈吉斯汉坐右手是要派军队跟他去这个出征的 他说呢 这个呢 坐右手呢 是作为蒙古军的西翼 他说意味着陈吉斯汉的西侧安全 可以得到保证 他没有直面这样一个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这个考虑的 如果我们只看这个蒙古秘史的这段记载的话呢 可能我们会觉得还是呢 确实这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这个问题 无独一二 我们可以看到在高丽史里面的话呢 他同样记载到了一句一段话 就是呢 关于这个呢 蒙古要去征兵高丽 提到了前车之鉴 就是这个西夏当时蒙古去征西夏 西夏不肯 所以我们把它灭掉了 所以这里呢 他把这个呢 把它提了出来 是吧 当时陈吉斯汉的时候 何夕王 那女请和 是吧 讲 若皇帝若真女真 就你去真经 我为右手 我为右手 前面秘师提到 我愿意做右手 为您效力 但是这里是真经 若真回回 我为左手 我为左手 这里面的这个记载的话 跟密史呢 是有差异的 就是若真回回 我为左手 这个呢 是多出来的内容 密史里面没有记载 而若真女真 我为右手 这个呢 是西夏接受出兵 驻猛工军的 这样一个呢 条件 这个呢 西夏是遵守了的 是吧 刚我们提到 从1210年之后 这个西夏 不断地去攻击 这个金国 这一点的话呢 是 他是遵守了的 那高丽史里面 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材料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 他可能是因为 他处于后来者之手 所以有些呢 可能是呢 添加上去的 尤其是 这个呢 你去 真回回 我就作为你的 这个左手 这一点的话呢 我还是 保持了一点 这个呢 就是这些一个呢 这个怀疑 保持怀疑 当然这个 关于西夏去真金 有很多 刚刚我们讲的 他是呢 答应了这个蒙古的 这样一个呢 是配合蒙古去真金 当然这个 沉浸的这个说法 说这个呢 为什么这个 西夏要去攻经 沉浸的 也讲了这个 两种这个理由了 是吧 我把这里 捏在这里 但总体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刚才上面的 这些讨论的话呢 就西夏攻经呢 我觉得 是做右手 出气力 去 但是呢 他并不愿意去西真 并不愿意去西真 这个呢 是符合这个 密室第249节 就是所记载的 1209年到 120年间 就是猛下战后达成的 这个合约的 而密室第256节 记载 121819到19年之间 那么提出新的要求 要求西夏 做右手去西真 这个呢 是属于加码的行为 我们今天来看 他是属于这个加码的 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 因此呢 西夏呢 他没有答应 这后来成为蒙古指责西夏 不遵守合约的口舌 口舌 所以引发了 后来陈基斯汗西真 回来之后 要最后一次 去清真这个西夏 这个呢 是我的一个呢 这个理解 不一定对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看 就是这个呢 呃 陈基斯汗 为什么他又决定的 要 要最后一次 还要再去呢 灭这个 要攻这个西夏 除了1218年 被这个西夏的大臣 给这个怼的非常厉害之外 下不了台有一点 可是在那个时候 他又忙着呢 要去西真 没有时间来应对这个呢 西夏 这是我们一般的这个理解 那么为什么这个陈基斯汗 要来这个呢 呃 再次的攻打这个西夏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的话呢 是123年之后 西夏呢 开始主动联络呢 各方 他跟金 跟这个南宋 是吧 开始呢 就妥协 或者说 前史这个修好 呃 可能是为了 就是说 因为这个时候 123年 这个陈基斯汗呢 去西真好多年了 所以东部的 这几个这个政权的话 确实是有点这个 异动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呃 金史里面记载到的 这个123年之后 西夏跟金呢 前史这个 呃 修好 同时的话呢 金的话呢 也跟这个南宋的话呢 其实也某种程度上 是在这个 这个示好 就是说 不愿意在 呃 在节外生枝 是吧 出现更多的 这个呢 呃 战事 那么在这个档口 其实蒙古和高丽 之间的这个关系 也发生了很大的 这个呢 变动 到了1224年的时候 这一次呢 呃 发生了这个呢 高丽杀蒙古使臣的 这样一个记载 当然这个 这个是 是是不是这个 呃 是谁的使臣 是怎么这个杀的 这里面还有一些关节了 我们不去那个展开 呃 但这个高丽史的 这个记载的话呢 非常有意思 说这个呢 这个陈吉思汉 他呃 陈吉思思老决议 不知所存 就是好多年 这个陈吉思汉 没在这个东部 这一些出现了 不知道他跑哪去了 是吧 不知道他的消息 所以的话呢 东部的这几个政权之间呢 就有点这个异动了 有点异动 有点异动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呃 后来的这样一些 这个历史记载的话 就会说 呃 比如说这个呢 呃 这个是 这是原始里面的这个记载 说这个 当时这个太祖在西域 然后下国主李王 应接外言 就是说跟 跟这个金纳 开始妥协 是吧 安通款取了 这个呢 可能是这个蒙古人的话 他觉得这个呢 是东部的这个政局的话 他觉得不稳 这个呢 跟高历史金时等里面记载 西夏和各政治力量之间交好呢 是有密切关系的 哎 当然后来这个新原始里面 记载到说这个呢 应接西夏的这个国主 应接墨北诸布囚 哎 这个因为这个 呃 新原始这个是后来 这个柯绍敏他编的 那么这个不能够作为这个原始始料的 呃 这个 这个墨北诸布囚 这个马丁呢 也做了一些这个解释 但是我认为这个解释的话呢 可能这个史料还不是特别的 这个充分 呃 但是我觉得原始本身记载的 说这个李王 应接外援 呃 这个的话呢 这个是非常这个重要的 就是说表明了这一点 就是呃 西夏呃 和东部的其他几个政权之间的话呢 有所这个异动 这一记载的话呢 就汉文文献的记载的话呢 在这个波斯文文献的这个 呃 记录当中呢 也有比较多的这个体现了 从这个世界征服者史是吧 而这个呢 契丹人和唐武人 西夏人 趁他不在的这个时机 变得倔强了 动摇于这个叛祥之间 史记里面也记载 说他基于这个回去的原因是 唐武帝人 就是西夏人 由于他长期不在 呃 又起了这个异动 那些史话也记载到了是吧 那个档口的话呢 他正在呢 要不要 要不要这个侵入这个呢 呃 印度地 这个印度 在这个时候 他不断的烧这个 烧这个杨家谷 但都没有得到这个应验 没有得到应验 他大概不准不敢的这个轻举妄动 正在这个档口 他得到消息说这个呢 航武就西夏和这个金国的皇帝 起兵反叛了 呃 所以这个呢 是在波斯文献的这个记载 跟这个汉文材料的这个记载 是完全这个呢 相这个印证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陈吉思汉最终决定再度清真这个西夏 应该是鉴于这个西夏和金送的联动 以及呢 高丽和蒙古之间的 这个复杂政治情势 他一个呢综合变化的一个这个结果 这个是我的一个那个 一个讨论 那再看的话呢 就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呢 就是陈吉思汉他攻下 或者说他 真下的他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历程了 如果我们对照 金蒙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陈吉思汉对于蒙古高原以外地区的这个 这个针法 无论是去供西夏还是金 或者说呢 去这个西征 很大程度上呢 他是停留在这个呢 超略的这个性质上 这跟他作为第一代游牧统治者的身份呢 是相符合的 陈吉思汉当时对西夏提出的这个 不一定说是这个陈吉思汉对西夏提出的议和了 这个我表述有点问题啊 但我们不去管他 就蒙下双方他达成的这个合议 我觉得呢 应该也要循着这个轨迹来进行反思 就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金蒙这个相约 这个达成这个妥协的话呢 也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吧 要嫁公主 是吧 然后的话呢 当然要共赴 是吧 要给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好处了 这个呢 蒙古对西夏对金 应该说呢 都是如此 就我们对于这个蒙古游牧民 发起这个战争的 有一个呢 一般性的这个规律的认识 就游牧人群 他首次对外攻击 多为呢 这个试探的操略性质 以决裂深处 物资和湖获这个人口 作为这个基本的这个目标了 一二零五 一二零七 甚至一二零九年的 这个蒙古对西夏的战争 都可以这样去看待 而西夏的这个外交逻辑 它是呢 建基于呢 它跟这个之前 比如跟辽 金和两宋的这个基础之上 他都 在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 应该是他对 那个时代 对于这个呢 所谓的这个国际关系 当我们打个引号 是吧 国际关系当中的这样一个 基本的这个呢 这个方式 比如说县女 纳币 就是共赴 而成吉思汉的话 我觉得最初也应该呢 认同这一点 所以他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之后 他就撤军离去 离去了 蒙古要求对方 随军出征 或约兵共同竞争 这或许是出于草原的这个传统 的一种这个延续 那么后来才发展成为一项的 这样一个呢 基本的这个 从征的这样一个呢 义务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 那我想的话呢 我们在思考 那个时代的这个 各个政权之间的 这个外交往复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呢有三点呢 非常这个重要 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话呢 也差不太多 就是这种 就是我认为 就是说任何时代 这个外交妥协的双方 他总是带着各自的理据 来这个认知的 并理所当然的 以己方理解为是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现象 不一定对 第二 朱政权在相互这个 决力的这个 角力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反复中慢慢形成 一次次新的 双方都可接受的平衡状态 假若呢 一旦出现新的变化 原来的平衡状态 就会被打破 那么随着双方实力的变化 强势一方 自然就会提出更多新的要求 更多新的要求 满足了还好 不满足 当然就是这个战争又会来临 第三 历史记载普遍叙述是 西夏对蒙古叛復无常 这个当然是站在蒙元的叙述立场来讲的 是吧 但通过我前面的这个讨论来看的话呢 实际的情形 可能并不一定这个如此 并不一定如此 这个是我的几点这个思考 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再讲一讲这个陈吉思汉 以这个施度尔户 这个是涉及到他最后的一个呢 最后的一幕吧 就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话呢 发生了一段的这个故事 是也是这个呢 蒙夏之间最后的较量了 其中一个呢 涉及的一个根本的话题 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主题就是 陈吉思汉有没有杀掉这个呢 西夏的墨主 这个记载的话呢 在不同的这个文献当中 有不同的这个说法 我们可以看到 在汉文的这个史料系统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太祖本纪圣武清真录 或者说后续的这个通建续编 以及的话 元代修的这个经史和宋史里面的 这个西夏传 夏国传是吧 都没有提及这个陈吉思汉 处死这个西夏墨主这段事情 没有记载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 原始这个查汉传里面的话呢 他记载到了这个西夏的墨主 被处死 被处死的话呢 这里描述是什么 会帝崩 诸将 秦夏主杀之 就是说呢 陈吉思汉去世了 这个时候呢 他的这个将领 就把西夏的墨主抓起来杀掉了 他是这样讲的 原始这个阿祝传的话呢 也记载到了 当时的话呢 这个西夏主呢 投降了 然后的话 投降了之后呢 是太宗杀之 包括还把这个西夏的墨主杀掉了 就把杀这个墨主的这个 这个 这个事情 放到这个太祖的这个头上去了 太宗的这个头上去了 就沃口台头上去了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呢 关于这个陈吉思汉有没有杀掉 或者他有没有下令直接杀掉 这个西夏的墨主 这件事情在元代官方汉文系统当 史料系统当中 都见不到相应的记载 都见不到 这件事情本身的话呢 非常这个有意思 是吧 同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跟汉文官方史料系统相一致的 波斯宇的这些文献记载 也没有提到陈吉思汉 处死西夏墨主这件事情 无论是时机 世界征服者史记录的更少了 史机大量的记载这个呢 陈吉思汉 这个西夏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这个史事 但都没有提到 陈吉思汉 处死 直接处死这个西夏墨主这件事情 可是的话呢 在这个蒙古秘史当中呢 却记载到了陈吉思汉 下令处死这个西夏墨主的 全部的这个过程 记载的非常的这个详细 我们可以看到 从蒙古秘史的第265节到268节 这里面的这个描绘 非常清楚的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尤其是第267268节的 这个内容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这个陈吉思汉又来攻打这个西夏了 就是最后一次了 当时唐物替主 布尔汉 西夏的这个皇帝 他带着这个一些这个物品 来献给这个陈吉思汉 陈吉思指令门外行礼 行礼之间陈吉思汉恶心了 到第三日将布尔汉改名为这个呢 斯多尔乎命托伦杀了 托伦就是他身边的这个呢 十二臂之一 十二臂之一 就很清楚的这个陈吉思汉 还在世的时候下令 让这个托伦把这个西夏墨主杀掉 而且的话呢 他杀了之后的 这个第二百268节又记载的是吧 陈吉思如了这个呢 唐物替其下百姓是吧 灭杀其主 灭其父母子孙 而且还讲到是吧 交但凡尽隐私时 需要提出唐物替禁绝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密使可以看到 陈吉思汉的话呢 他是因为西夏不履行这个诺言 所谓的不见言而清真 并且呢最终呢 灭下杀其主 这个是蒙古密使的这个记载和这个描绘 他跟汉文史料当中的那个叙述的话 他是没有提及这一点的 这个呢是一个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密使的这个记载的话呢 跟十七世纪的好几部 这个蒙古文这个史书的这个描绘 非常的这个相似 完全接近的 就这个故事的主题呢都一致的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个罗桑丹金的 他的这个蒙古黄金史 里面也记载到了西夏的末主 斯杜尔乎和陈吉思汉之间斗法的这个故事 是吧 其中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呢 这个斯杜尔乎呢 他对陈吉思说 陈吉思汉想杀他 斯杜尔乎对他说 你不要杀我 杀了我你本人会遭殃 不杀我 你的子孙会遭殃 那么这个记录的话呢 除了这个蒙古黄金史 在蒙古原流 黄史和这个蒙古黄金史纲里面的话呢 都有大致的相同的这样一个呢 记载 对于这个汉文史料和波斯文史料 与这个呢 蒙古密史 他的这个不一样的这样一个呢 表现 就是有没有杀这个西夏末主的这件事情 那我想的话 我们还可以结合这个 刚刚提到的 朱之扎尼的这个 那些史话这部书呢 来做一点的这个讨论 这部书的话呢 他对于陈吉思汉最后一次清真西夏 并下令处死这个呢 夏末主 就是西夏末主的这个事情呢 有比较详细的这个描述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描述呢 其实呢 对这个西夏的话呢 有比较好的一些这个描述 说这个时候 这个西夏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 很强大的 其实西夏也不是我们所想象 那么弱小了 是吧 不堪一几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一段呢 我就在这里呢 就不念了 是吧 这里一段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呢 唐物体的话呢 唐物体主 就是西夏的皇帝 还有这个这次陈吉思汉回来了 跟大神们商议 我们那就投降吧 投成这个蒙古人吧 这个蒙古人呢 当然也接受了 接受了 是吧 接受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提出来的这个 这个妥协或者这个投降的这个协议 较之这个1209到1210年那一次 要更进一步 要更进一步了 这是肯定的 是吧 因为这一次 这这一次确实蒙古的力量变得更加的这个强大了 第一次西战结束之后 蒙古人的这种不可一世的这种整个气势就起来了 所以的话呢 他对于这个西夏 当然这个呢 也完全发生了这个不同的这样一个呢 这个心态不同了 而西夏 他当然心态也发生了这个变化了 所以这一次的话呢 这个西夏的这个莫主 他投降 跟大臣商议 彻底的投降这个蒙古人 并且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记载 他甚至提出过 可以做成吉思汉的第五个儿子 是吧 这个呢 就跟这个汪古部 以及于呢 这个威务部 威务部 他的这个投诚成吉思汉 其实是一样的是吧 得序于这个第五子 这个呢 西夏的这个莫主 也提出了这样一个呢 妥协投降的 这样一个这个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 他达成的这个议和 然后等蒙古军队渡过黄河之后 蒙古人又对原来 以西夏结成的 或者达成的这个购河的协议呢 又发生这个变化了 所以陈吉思汉就决定处死 这个西夏莫主 西夏国王听到这个消息 非常的这个震惊 他讲了这样一段这个话 是吧 我对你没有任何背信弃义 我是根据合约 来来到你这个身边的 你却对我背信弃义 违背我所 与我所定立的合约 现在听我说 当你处死我的时候 要是我流出的血 是乳白色的 我死三日之后 你也会死去 所以的话呢 这个描绘和17世纪的 这个蒙古文的一些 这个史书的描绘 是相这个一致的 一致的 那么这个纳西尔史话里面记载 就是陈吉思汉处死了 这个西夏莫主 三天之后 这个陈吉思汉自己呢 也被这个呢 也因为被这个 施多尔乎的他的这个话呢 一念了 果然他流的是白色的血 后来就他受到很大的这个刺激 陈吉思汉呢 也去世了 这个是纳西尔史话的这个描绘 而这个纳西尔史话也同时讲了 他留下屠臣的遗言 然后沃克塔爷呢 就遵照遗言 把这个将这个西夏 实施了这个屠臣 那么从上面这个讨论来看的话呢 蒙夏双方在正式达成这个 臣服制约的这个前提之下 蒙古其实又毁约杀掉了西夏国王 不建言者就没有遵守原来的这个约定的 是陈吉思汉 不是西夏的莫主 这一点呢 我想呢 还是值得我们这个反思 罗伊果 刚刚提到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学者 他注意到这个问题 他说西夏莫主可能是在陈吉思汉 死前或死后不久遭处决的 因为有有刚好有这个 相冲的这样相冲突的这样一些史料吧 是在这两种情形下 他认为处死都是按照他的最后的指示执行的 所以呢 他说他相信处决西夏王室 以及在随后大规模屠杀这个平民 这个呢 即使是以蒙古人的标准来看 也过于严酷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到后来的话 他这个除开这个密室 其他的主要的这样一些这个史料 就是汉文史料系统 和波斯文的史料系统 就是说一个是伊利汉王朝的 是吧 相关的 一个呢 当然是这个元王朝的 就官方的话 他不提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要 我们值得我们这个思考的 汉文官方文献系统 对陈基斯汉秦杀这个夏末主的这个事情呢 隐晦不言 而这个蒙古文史料 这个呢 是指的是密史 波斯文史料是指这个纳西尔史话 对此呢 却毫不辟会 而且呢 记载这个呢 非常的这个细致 蒙古密史本身 他的这个陈书的时间 值得我们这个考虑 他的这个特殊性所在 另外一个这个 波斯文的文献 纳西尔史话 这部书刚刚我们提到 他是秉持一种 比较呢 中立的这个立场 当然尽管呢 他对这个蒙古人呢 是保持有比较 比较大的一点这个敌意的 这个是他的这个呢 特殊 特殊的这样一个这个立场 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不同 我们是否可以说 他体现一定的意义呢 就我们又该怎么样来看待 这个不同这个叙述视角下的 这个膝下呢 那么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 第四个部分的话呢 也是因为我这个呢 还在这个思考当中 我只能跟各位老师和同学呢 做一点简单的这个交代 如果我们要转变这个视角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西夏学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学者 是吧 他就非常清楚的 像我们指示 在十二世纪后半夜 西夏和克列布的这个接触呢 非常的这个活跃 他表明就是说到十三世纪 十三世纪 十二世纪末月 十二世纪的这个初叶 西夏和其草原 林布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变得非常的复杂和这个呢 多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的话 我们反过来想的话 就是说西夏 他跟这个克列布 跟蒙古草原上的诸布 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很密切往往比如说克列内部 发生了这个 一些权力的争夺 失事者往往呢 就会逃到这个西夏去 所以呢 我们对于西夏 至于这个蒙古高原 各部之间的这个意义 可能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个了解 还是呢 不太够的 那我也只能非常笼统的提出 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游牧民 获得农业物资 作为他 补充的这个重要性 基本的补充的这个重要性 有这个认识的话 那就可以理解西夏当日呢 对于蒙古高原的话呢 他有他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这个地位 正如呢 前文 正如这个我所提到的 就是西夏在蒙古高原内部 全力竞争的这个角逐这个场上 他扮演过重要的这个角色 如果当我们被汉文史料的叙述框架 所限制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失去了一些呢 原本的多方面的这个呢 观察的这个窗口 蒙古高原和这个中研农根社会 他对西夏的这个看法 其实呢 是很不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 我们知道 原一直没有给这个西夏 以这个正统地位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说呢 西夏完了之后后来呢 也没有获得那像宋辽静一样 是吧 有正统的地位 被这个呢 赋予这个给他编撰这个证实 西夏没有 西夏没有 当然他也很客观的原因 可能是材料有限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 在那个时代究竟有多少 是吧 我们距离这个时代 实在是太太久远了 汉文材料汉文的这个叙述当中 其实是将这个西夏呢 是作为一个呢 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政权的 是吧 这个呢 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们另一方面 也可以看到 史籍的话呢 他也没有给这个西夏 某种程度上 这我的这个 这个推测了 他也没有给西夏 这个正统地位 但是呢 他却将这个西夏呢 视为跟其他突厥 蒙古部族政权呢 相类的这样一个一个这个地位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拉斯特的这个史籍当中呢 他在每叙述完一段 这个蒙古史事之后呢 通常都会编写同时期 世界各国的君主列传 不过呢 他是没有提到这个西夏的 这个大家可以呢 去找一找 包括这个史籍在列国传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列了很多的这个一些这个 这个部族或者说一些这个政权 同样也没有出现这个 这个西夏 这个西夏 当然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史籍 比如说他记载到 耶稣该这个 驻这个克列布的这个王汉 去驱逐他的 叔父这个古尔汉的时候 用了一个词 说古尔汉带着30个人 逃往这个唐物体地区 唐物体地区 其实在翻检史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一两处 就是说这个拉斯特呢 也将这个西夏 视为那跟这个 跟这个南宋跟金 一样的这个 包括跟大理 一样的这个地位 一样政权这个地位的这个叙述 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 集中于这个史籍布族制来看 因为这比较多的 就是说体现 他把这个西夏的话呢 放到这个呢 蒙古突厥这个部分当中去了 是吧 这里面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贝罗丞相的这个角色 可能呢 值得我们这个注意的 韩国学者金浩东的话呢 他有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研究 对于这个呢 贝罗 收忽必烈之命去往这个伊犁汉国 是吧 他呢 可能比较多的 就是参与到这个呢 史籍的这个编撰的这个工作当中来 或者说他提供了很多 关于对蒙古和突厥诸族的一些 这个知识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个这个看法 那么这个呢 很大程度上可能也代表了蒙古的 他的一个呢 观念 或者他的这个立场 尽管我们知道这个史籍作者 对东方的了解呢 很有限 或者说是比较这个陌生的 但是不应忽视的是呢 他获取的很多有关东方的知识呢 有他独特的这个来源 那么这个呢 贝罗丞相呢 是一个 我觉得是可以重视的一个这个 一个来源 而且的话呢 我们知道这个史籍中国史 这个呢 这个部分的话呢 很明显就是说呢 他自己讲到 是他的这个史料的话 受来自于呢 三位受尊敬的 这个佛教的这个僧人 是从这个东部过去的 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呢 再去看这个 在这个蒙古帝国时期 这个传教士东来 留下了一些这个游记 这个游记当中的话呢 对于这个西夏 我们可以看到嘉宾尼是吧 他叙述了一系列的 这个国家和这个族群的 这个名单 很长很长一段 大家可以看到 唯独不见西夏 唯独不见西夏 另外一位这个传教士东来 卢布鲁克是吧 他这个描绘呢 非常的这个有意思 他写到这个唐物替人 就是西夏人是吧 他们很勇敢 他是写到 他们在交战中俘虏了陈基斯 在讲和后 释放了他 后来陈基斯征服了他们 所以这个记录的话呢 他可能是听来的一些什么 不知道他的这个消息来源 或者信息来源 是来自于这个哪里的 但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呢 不同背景的这些人 他对于一些呢 这个事情的这个记载 有很大的这个不同 那么跟这个刚刚也提到 是吧 东西方文献的这个不同 这个叙述当中可以 亏见 他们对于西夏政权的认识和定位呢 是不一样 不太一样的是吧 波斯文献对于西夏的定位 是一个布置的这样一个这个政权 而是要汉文献的 将它当作一个与辽金送 并立的这样一个呢 这个王朝 这个呢 关于汉帝的这样一个描绘 那我就不展开了 最后的话呢 我想再提及一条这个史料 就126年的时候 当时这个辽东的一个政权的 这个耶利刘哥的 他的这个妻子姚里士 去觐见这个陈基斯海 见地于这个河西的 这个叫阿里丘城 然后帝约 见因飞不到之地 而富人乃能来也 所以这句话 我也一直还在思考 但是也还没有这个 想明白 或者说想通透 就是我们一定要站在 就是说我们要设身处地的 去考虑在那个时代 这个游牧人 他对于呢 这个呢 比较偏南方的 这些地域的 他的这个认知 或者他的这个认识 他有一些什么样的 这个概念 这个呢 值得我们呢 去这个深思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了 这样一些 再来反观这个历史的 这个记载 或者描绘 可能会有一些呢 不同的这个理解 那么总体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陈基斯汗 作为第一代 蒙古的第一代 游牧人领袖 基本上的话呢 这个当然也是来自 这个呢 迪克斯曼 就是迪宇宙的 他的一个这个观点 基本上只要能获得 这个额外掠夺到 额外的收入 他的这个权威 基本上就能够得到 这个维持 他要求西夏和金纳共 他统治呢 可以说呢 人高度延续了 以往的一种呢 贸易朝共的管理模式 这个时候的话呢 蒙古的政策 仍然基本是 依靠这个掠夺的 之后的话呢 当然这个蒙古 他开始在各地的 这个统治 逐渐的这个建立起来 也有一个这个过程 包括陈基斯汗 西征的时候 这第一次 是不是已经蒙古的 这个对当地的 一些统治 或者控制 开始来建立起来 是吧 之后 经过这个 窝国台的 这个统治的 这个时期 获得了更多的 对于这个农耕地区的 他的统治的 这个经验 所以呢 逐渐的这个 蒙古人呢 他说对这个 越来越多的 这个地域 施以这个统治 就变得越来越 有这个 这个欲望 经验也越来越 这个呢 丰富 这个呢 是有一个历史的 这个过程的 好 那我今天 要向各位同学 和老师 汇报的主要的 这样一个内容呢 就如这个上述 所以是思考 还很不成熟 没有一个呢 非常具体的 这个结论 其实更多的呢 是提出了 一些这个问题 请各位老师和同学 多多批评 耽搁各位时间了 非常感谢 吴老师 此处应该有掌声的 但是我们 屏幕上看不到 那我有不耽误 太多的时间 请詹芬老师 来讨论一下 海金你把那个 共享屏幕放了 有关系 好 会结束共享 那个 我说话听得见吗 听得到 听得到 好 因为我这是用手机 可能得挨着近 才能听得见 好的好的 这个因为 今天这个讲座 就是温老师 做了一个 这个还是很有 启发性的题目 因为像我也是 做原始 但这个题目 我自己从来没有考虑过 因为我们研究 蒙古帝国崛起 形成的这个过程 西夏一般被置于 一个不太重要的地位 就是 它的存在感不是很强 往往会更多的关注 这些比较大的国家 或者地区 西夏知道它 我们知道它被打过好多次 后来又比较早的灭亡了 但是这些细节呢 可能我们真是 就是搞原始的学者 关注的比较少 确实比较起来的话呢 可能还是外国学者的 讨论才稍微多一点 那么我们做西夏史的学者 有的时候又可能 光看西夏的材料 有些问题 可能也不能完全的 那个 不是很好总结 但是温老师这个报告呢 我觉得它 在这以前的 我们这个研究基础上 还是有很大的推进 就是它提醒我们注意到 在13世纪上半期 蒙古崛起的过程当中 这个蒙古和周边这些政权 它的这个关系 是比较复杂 而且变化比较多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 一种征服和臣服 一种单线的这种关系 实际上比 就比那个结果显示的 那个情景要复杂很多 实际上不光西夏如此 这个像清朝什么的 以后南宋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还是 我觉得很有道理 而且是那个温老师 运用了比较广泛的材料 而不是仅就这个 西夏的这个问题来进行讨论 而注意到了那个 其他的地域 其他的鱼种的材料 里面对于这个 实践的描述 这个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包括那个那些史画 这样的 就是大概我们搞西夏 史的学者 一般不太会去关注 这样的书 还有高历史 像这样的资料 也是我想 假如你要研究西夏 可能不会想到 我要去看高历史 但其实如果是 视野开扣一点的话 虽然有些资料 它很遥远 有些可能也是错的 但是它还是对我们理解 或者是考虑这个问题 还是有启发 我概括一下 我觉得就是 这个讲座的观点 我其实是比较同意的 我觉得主要有这么几点 第一个就是蒙古 那么它在崛起过程当中 它的这个自我定位 和它这个征服过来的胃口 其实是一个 有一个逐渐提升的过程 就是说一开始 它确实没有那么大的胃口 它自我定位也不是那么高 但后来逐渐逐渐 这个就上升 后来到了一个 非常高的地步 作为第一代统治者 程西思汗 确实我也比较同意 刚才王老师说的 还有地理宙总结的 它基本还是体现出 这个游牧帝国 第一代领导人 它的那样的一些特性 和我们今天经常 用来表扬程西思汗 说他是 全球化的 这个比较早的开创者 这样的定位来说 这样定位有道理 但程西思汗 他不知道什么是全球化 他的那个 当时他的视野 和他对他这个帝国的设想 其实也还是 跟后来的情况是 不太一样 后来的情况 其实把他的这个 早期的那个设想 已经大大的又推进了 这一点上来说呢 这个程西思汗 他的这个历史地位 当然很重要 但确实我们有的时候 忽略了 他后面这几代 大汗的这个地位 好像有人注意过说 程西思汗 在全世界各种语种 语文里面的出版的传记 有上百本 非常的多 就是他特别引人关注 但是他的接班人 卓国台 好像几乎一本 传记都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 反正我们以往 对这张律师 认知是有偏差的 程西思汗 他的这个 有些 他的一些战略设想 或者是他的一些 对于他的这个 政权的定位 可能被我们夸大了 像西夏这个问题 就是这样 因为一开始 对西夏的要求 没那么高 这个资料也是 如果温老师 没有揭示出来 确实我们原来没注意 就是他最早 西夏答应他的条件 答应的时候呢 好像就没同意说 将来要 保证能派出军队 你打哪 我就跟着哪 好像他也没这么答应 当然以后呢 当然 因为蒙 强克力位 那他不讲理 他就 硬要这么要求 的胃口变大了 这个也 这也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他是有 这么一个变化过程的 另外呢 这个厦门关系 也是这样 从一开始被 那个 一开始 就被攻击最早 而且被攻击次数很多 频繁 遭到打击的情况下 他们和西夏和蒙古 签订了这个合议协议 但是 到后来并不能 保证这个协议的 充分的落实 这个当然也有蒙古的 很大的责任 因为蒙古的 就是这种条件 比较苛刻 而且在逐渐的升级 那么西夏到最后呢 其实是有点 就是说 等于他要放弃 撕毁这个协议了 因为他后来 已经开始和金陶 合作 那个甚至于 跟南宋都进行了 这种沟通 这些方面 我觉得也是 就是说这个 西夏的关系 它也不是那么稳定的 它是一直在变化当中 特别后来 出现了比较大的波折 这些原因导致 后来这个蒙古 对西夏的这个 攻击 也就更加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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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激烈 最后把这个国家 完全灭掉 因为它是比较早 被灭掉的一个政权 其实在 成吉斯汗时期 虽然最早的时候 对手是清朝 但是把清朝 打了一番以后呢 也没有表现出 马上就要把清朝 灭掉那样的一种 状态 可是后来呢 他比较早 还是把西夏灭掉了 所以这个中间这个过程 确实是 其实是有很多的 双方的这个策略 敬畏 对对方的这种 这种 这种 期待 都是 都是 和我们以往知道的 可能 相比应该会更复杂 这就是我觉得这个 温老师把他的这个文章的草稿 发给我看了 但是我也因为发的比较晚 我也没有细看 又听了这个报告 我大概是 总结他的这个刊法 主要的贡献就是这些 包括他的这个材料的使用 也还比较广泛和全面 这很不容易的 最后我稍微再说说 我的一点 刚才这温老师这些 讲座里面的一些 具体问题的 我的一点具体意见 一个是这个 成吉思汗 为什么 五中七下 这样一个问题的提出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不提 因为他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价值在于后 引发出一个蒙古灭下 或者他的副标 叫蒙古灭下问题反思 这是个主要 这是个问题 但是为什么五中七下这个 他倒不是一个很重要的 为什么五中 因为首先是为什么争 为什么争 因为他 职责于争 他有东西可抢 他又那个 国力相对来说有限 不是那么超强大的帝国 他的位置又比较重要 可能这就是他被争的原因 为什么又武争呢 因为他不是始终处在 这个战争状态 一争他就 争了以后 头几次他就投降了 就处于一个双方的 一个和平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然后这个和平关系 这个破裂了 就只好再争 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倒是都是应该 可以具体解释的 包括重新权 到底是亲自答了几次 这个问题呢 值得研究 但是和这篇论文主题 其实倒也没有 特别大的关系 所以我建议 那个文老师在 论文在修改的话 第一部分可以简化一点 不是那么 当然作为一个背景 可以相交代 但是因为他比较具体 可能不用 就后面的是比较 就进入到那个 大的这个历史背景当中了 那就比较值得讨论 前面这个问题呢 可以简化一点 蒙古打西夏 打了五次 这里面前三次都是很早的 我有个看法 我认为他打西夏呀 除了文老师提到的 这个说一方面 就是掠夺 确实对出来说 很有这个打的价值 还有呢 西夏曾经介入这个 草原部落这些争斗 那他也不是完全置身实外 他介入过的 所以就以后呢 就等于把他也卷进来了 这是有原因的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他是为了打金朝做准备 我觉得成吉涵早期 他在统一蒙古之后 包括在统一蒙古之前 他始终已经有一个 对金朝复仇的战争计划 这个计划不一定要把金朝 当时也可能也没想要把金朝全灭掉 但是要报仇 要给他的祖先 这个这个 由尤金就那么几个被金朝给复死的 这样的一些人 要要要 就是 恐怕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他 在统一草原以后呢 大概在做这个准备 那么作为 金朝 毕竟是个庞然大物 所以他可能考虑要对 临近的西夏 给打早早感觉 因为都是这种定居社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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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国家 看看蒙古的这种进攻能力 或者是 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 而且他打西夏呢 他首先 保证西夏 站在自己一方 甚至于在 李斯坦正式对金朝用兵之前 西夏已经被他打服了 西夏已经开始去主动打金朝了 这等于是他为他打金朝 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他又是起到了这个 实验和裂兵的机会 我觉得他早起 头三次打西夏 可能有这个原因 另外呢 就是关于最后 我哪知道的这个说 西夏的这个 与元朝修史 没有给西夏一个正统地位 我倒觉得可能 没有办法给 因为 我的印象中 在元朝修史的这个 各种讨论 争论当中 西夏问题 没有太成为 他们讨论的一个 话题 就是说 没有人提出说 我要编一本西夏时 有人说不要编 好像这个问题 没有太进入讨论 因为西夏的地位 还是有限 那在 宋辽金时期 西夏虽然始终是和 两个大国并存 但他自己呢 没有达到和那两个大国 平起平坐的地位 这也是没办法 他其实为这个 这个目标 做了艰苦的努力 但是没有达到 他地盘始终是有限的 像他这样一块地区 在历代政治当中 也没有这样的政权 被列为正式 所以我想可能这是 不完全是说 那个 其他的民族 或者是 王朝代对他有什么 偏见而他自己的实力 和地位决定的 当然他 我觉得最后这个 我老提出这个 也很得到我们注意 就是说 他在那个草原 社会当中 对西夏的定位 又是什么样子的 那他们 把他看成一个 和克列 那样 比较平等那样的一个 大的部族集团 这种情况也是 值得我们考虑 就是说 他本身是 就是不具备那样的一个 可能一个 如果成为一个 例如 单独享有正式 那样的一个政权 我觉得他可能 其实还是不具备这个体位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 温老师这个报告 这个很有意义 他提出了 很多东西没有展开 他提出了 值得我们进去思考 的那样的一个 一个线索 比方说 他提到说 这东西斯坦 就蒙古这种 征服的这种野心 什么时候变大的 那是在 确实我也非常容易 在第一次戏争之后 在第一次戏争之前 还比较正常 就是打谁都是有理由的 到第一次戏争之后 特别到第二次戏争之后 就开始打人 不讲道理了 就是说没有理由 我就是要打你 就是有一种 好像背后有一种 征服世界的这种 这种上天的启示 在推动他们 这种自信心 是在第一次戏争 挡得出来的 因为第一次戏争 打得非常的 激烈 其实是不容易 对手非常强大 真的是打了几次硬仗 所以这个 和他进攻 金朝什么的 哪些下的战争 没有办法相比 但后来 大获全胜而归的 是以后呢 他们的这种自信心 培养起来了 而且有了一种 那种 所谓的古代的全球化 你是大概这个时候 才开始出现 这些问题 大概都值得进一步的 深入的 或者讨论 但具体资料 可能也比较少 总之是 我觉得 很受启发 我就讲这么多 好 谢谢 谢谢张老师 海星你能听到 我说话 其实我也有一点小小的疑问 我尽量短一点 一个就是提到 其实我非常同意 就是汉文史料 它的叙事框架 它失去了很多 原来的观察维度 很多本部族 甚至本部族 对自己的看法 可能跟我们汉文史料 记载的都不太一样 我觉得金史研究 也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但可能金史研究 还有辽史研究 不会有那么多的 这个波斯文 或者说其他的史料记载 大概相对来是比较困难 我一个问题是说 汪老师提到了 嘉宾尼在 谈到这个 达达人征服周围的 国家民族的 这个名字里面 好像没有提到西夏 我是 当然可能是我的无知 我想问 西夏在当地的名称里面 是就我们汉文史料里面 见到的这个夏吗 他会不会有其他的名字 来指称夏 但不会用西夏的名字 导致我们在看 这样的史料的时候 觉得他没有提到西夏 第二个问题呢 我是很感兴趣 从政的那个问题 因为像我在讲 端平入落这个问题 很大程度上会提到 蒙古人对这个征服地区 是有一个自然然的 从政的要求 那端平入落很大程度上 是在汉 就是在宋人的这个认知底下 是打破了 蒙古人对从政人员的 这个要求 导致了后来 这个蒙古对宋的 这个报复性侦罚 那时候是原了 所以我想 在您的这个讲述当中 刚开始好像 在一些地区里面 没有就完全形成 从政的这个概念 也是后来逐渐形成的这个从政的概念 我想他这个比较确定的从政概念 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呢 我也是两个问题啊 温老师可以不回答 只要是回答 好 谢谢张老师 好的 谢谢张老师 谢谢古老师 刚刚我因为解除静音这个不及时 所以这个张老师这个 这个评论完了之后 我们又表达这个谢意 非常谢谢这个张老师的 这个宝贵的这个意见 那我这个等这个结束之后呢 我会把吸收您的这些意见 然后呢进一步呢 修改这个论文 关于古老师提到的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想这个西夏本来他的这个名称的话呢 确实是有这个很多种 就是在后来的 包括我这个文献当中也提到的 唐物涕啊 和声和西等等之类的 我想的话呢 这些传教士他东来的时候 他的那个一连串这个名单当中 我再去对读的话 他确实是没有这个 这个呢应该是没有太大的这个疑问的 但是我没去检读这个 这个卢卢克或者说这个加宾尼的 他的这个说最早的这些文献的 他的他的版本里面有没有 这个我没有能力去这个呢 去这个检索 所以这个是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关于什么时候 有确定这样一个 从真的这样一个这个概念 这个呢我给不了一个 确定的这样一个这个答案 因为就是我以前在讨论这个蒙古 他要求这个 这个这个投降者 要履行这个呢 四项基本的这个义务一样 后来发展到六项这个义务 就每一项这个义务的话 我想的话呢 他也有一个呢 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 后来才逐渐的这个确立起来的 从真或者说这个约兵共进的话呢 呃 约兵共进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在草原上是有这样一个这个 呃 这个传统了 我想从真的话呢 或者在这个蒙古高原上 在早期的话应该也有这样一个这个传统 就你投降的部落或者被陈基斯汉所征服的这个部落 那他当然是要要被边境这个军队里面去跟他一起去这个作战了 哎 这个是我的一个简短的回答 好 呃 我再提醒一下 我看对话的聊天里面有个叫不和的人提到了说 如果看到精彩的回放关注公众号爱心灯塔 那我希望这个爱心灯塔不要把温老师的讲座做个回放 我们是会追究的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做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以后会对学术环境是一个很大的破坏啊 呃 不会有老师肯开放给那么多人来学习 希望你不要破坏我们的学术环境 好吧 那还有一些问题 其实我觉得蒙古密室成绩上 呃 这个我们可以私下讨论 因为这个稍微问一下历史专业 或者说看一下这个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就能呃 知道一个是于大军的 还有一个是乌兰老师的这个哈 那我觉得别的呃 温老师您看看这个留言区里面还有什么问题 您挑一下吧 啊 呃好的 我我看一下对 刚刚提到的这些我看一下 那还是这个回答一下吧 对 但有这个我不知道是 呃应该是同学他说蒙古密室 和那个陈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啊这个他说哪一本书这个比较比较好 我想如果大家对这个蒙古史感兴趣的话 呃呃这个蒙古密室的话 读读这个于大军老师的就刚我提到的那个 我觉得比较的这个好的如果你对这个蒙古史这个感兴趣的话呢 呃或者说这个蒙元史这个感兴趣的话 还是读一读这个韩鲁林先生那个元朝史吧作为一个这个起步吧 呃 另外的话对我有一个这个 呃我有一个这个同门这个 这个陈伟老师他提到的这个说藏文史料里面 呃记载到的呃记载到的有这个关于这个 陈吉思汗先于这个西夏末主去世的这个消息 诶这个藏文史料的这个帝师勒巴传我倒没有那个关注到了 对呃等这个结束之后我再去那个找一找呃 再核实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呃材料和这个信息 好谢谢你这个程伟 对其他的后面还有问题 还好吧 啊还有说如何评价纳希尔史话的这个呃价值 呃这个这个纳希尔史话它的内容非常的这个丰富 呃我真评价不了 它当然涉及到的一段这个蒙古的这个史诗了 但这个是天赋是非常非常这个大的呃 我想的话作为我们这个一般这个中国读者的话 或者中国的这个学者的话 就看看这个1970年代的一个这个这个音译本呃我想也 差不多了其实这个音译本本身的话呢 因为它的有一些这个呃 语词有一些这个专用的这个名词的这个呃翻译 也跟我们现在通行的现代人的这个学术 学作当中涉及到的一些人名或者地名之类的呃 呃很不一样所以的话呢会有一些的这个呃会有一些这个障碍吧 所以如果一定要读这个纳希尔史话那只能去看1970年代的这个呃音译本了 好那我们时间也不早了呃 呃剩下的问题以后我想还有机会向文老师请教和张老师请教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辛苦两位呃主角人和语谈人 也谢谢